第36题对于甲乙两导体下列迅速何者正确 A 甲导体的电压与电流成正比 我们看到甲导体的电压跟电流关系图不是一条斜直线 所以它表示它并不是成正比 所以我们的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以导体的电阻值为0.1欧姆 以导体的电压跟电流成正比 就是符合欧姆定律 表示它电阻为定值 所以我们找任何一个数据带进去 答案都会是一样 电阻的定义是R等于I分之V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电流如果是0.1安培 我们的电压是一伏特 所以我们电压一伏特电流0.1安培 算出来的是10欧姆 所以选项B是错的 选项株两导体两端的电压跟通货电流比值是固定的 如果电压跟电流的比值是固定 就是符合在这公司里R等于I分之V 表示电阻是个定值 是要遵守欧姆定律的 可是我们的甲导体并没有遵守欧姆定律 所以并不是每个东西的电压跟电流的比值都是固定的 所以选项株是错的 那么选项C 电源所提供的电压越大 乙导体的电流就越大 这个是对的 因为乙导体是符合欧姆定律 电压跟电流成正比 所以当然是电压越大 电流就会越大 所以选项C是对的 第36题问我们说 对于甲乙两导体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电源提供的电压越大 以导体的电流越大